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色西装造型 孙一珍露出自信甜笑 是爱的迫降影视力本人 西装加自信甜笑 是爱的迫降影视力本人 孙一珍一直都是韩国人心中的女神 爱的迫降大火后 更有不少广告商纷纷找上门 而孙一珍最新的美妆广告中 孙一珍的状态更是好到不行 广告花絮影片中 孙一珍一连换了几套衣服 但蓝色西装一样 孙一珍看起来清爽又干脸 就像认真投入工作中的影视力 非常自信美丽 另一套孙一珍则换上了纯白色的长裙 这一身真的和孙一珍的气质好搭 白色长裙让孙一珍看起来很鲜 尤其孙一珍有种坚定又温柔的气质 难怪能被选为世界最美的女星 这一系列的花絮释出后 有网友笑说这是失败的广告 因为孙一珍实在太美了 看到最后根本没有在注意产品都在看孙仙啦 超美天鹅颈加零坠右手臂迎热夜 这支广告另一个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孙一珍的身材了 影片中孙一珍穿着五袖上衣 做着生长运动露出了漂亮的天鹅颈 手臂一点坠右都没有 孙一珍已经38岁了 但皮肤依然超紧致 脸部没有一点瑕疵 而且身材凹凸有致 孙一珍真的是被时间眷顾的美人啊 孙一珍坚持健身十年 她的美来自强大的自制力 其实孙一珍能够一直维持这样的身材 颜值除了老天眷顾之外 和她强大的自制力意志力也有关 对明星来说运动是基本的工作要求 但孙一珍已经维持健身习惯长达了十年多 孙一珍每天都坚持做瑜伽 皮拉提斯等运动 就算有时候拍戏比较忙 一个礼拜也还是会抽出三天好好运动 孙一珍甚至在好几年前就已经有了 皮拉提斯讲师正照 孙一珍过去在综艺 加师傅一体就曾经绣过自己的皮拉提斯功力 只见孙一珍轻轻松松就做出很多高难度的动作 体态超轻盈 甚至能毫无费力的翻身吊挂 同样的动作主持人做起来就叫顾连天 这些动作真的是只是看起来简单而已 要做到像孙一珍这个程度实在不容易呀 孙一珍不害怕皱纹 不害怕老去 活得优雅又自在 对孙一珍来说 外貌是作为演员的基本要求 但孙一珍并不害怕变老 孙一珍曾说不仅是女演员 所有女性都对年纪很敏感 但年纪代表着岁月的流逝 月历的沉淀 孙一珍作为女演员 当然想一直让大家看到美丽的样子 但岁月无法逆流 自然的皱纹 自然的皮肤松弛 能让我作为演员更加有内涵 孙一珍对工作有百分百的热忱与毅力 把人生过得优雅又自在 这样的孙一珍真的很有魅力呀 感谢观看